哈喽大家好我是妮蔻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疫情期间是如何从美国洛杉矶飞到中国天津的 我呢因为这个机票特别难买 所以呢我没有买到直飞的飞机 最后呢也是通过票带买从洛杉矶飞到巴黎 再从巴黎飞到北京 但是第一入境点是天津 所以现在正在天津隔离 其实如果没有买到直飞的飞机的话 坐连程飞机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 我是在7月21日早上11点之前到达了LAX机场 然后在11点换好了登机牌 然后等待登机 应该大概登机的时间是下午2点半左右 飞机是于3点20分起飞 然后要飞10个小时飞到巴黎 到达巴黎之后呢要在巴黎等待10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再从巴黎飞10个小时到中国天津 其实在第一层从洛杉矶到巴黎这一行程里 其实飞机场的人并不多 感觉上座率应该不到50% 因为我的后面那一排其实完全没有人的 然后我坐的这一排呢是也只有我自己 然后我左侧是有人的 应该也是波音777是343这种座位的排列的方式 一路上呢就是空间也非常友好 一直在为大家服务 给大家送饭送水 因为飞机场人不多 我也没有什么借地 所以该吃吃该喝喝 但是我没有去厕所 因为我觉得最好还是别去 所以我都尽量忍着 到巴黎一下飞机 我就赶快找搜索 就解决了一下 然后第二层 从巴黎到天津这一段 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我觉得上座率 我不敢说70%有没有 但是我觉得 大概有可能会超过70% 其实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人非常的多 这个队甩到后面很长的地方 以至于最后换登机牌的时候 又开了一个窗口 又帮大家在另一个窗口 也就是也可以换 我大概是排了一个半小时 才拿到了自己登机牌 这还是在开了两个登机口的情况下 所以还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你要拖着你的行李在那里等 换登机牌 然后换好登机牌 大概就没有什么时间 就可能要准备上飞机了 然后上飞机又是排了非常长的队 我刚开始也没着急 我想着大家先上 上啊我再上 可是我就大概等了十几分钟 我发现这个队伍还是十分的壮大 我就决定 就先排队吧 事实上也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你登机的太晚的话 你的行李 你的登机箱其实是没有地方放的 最后呢空姐也要想办法帮你安排 你这个行李到底放到哪 所以呢从我的角度 我建议大家如果排队的话就尽量尽早去前面排队 这样的话呢至少你可以给你的行李箱啊都找到位置 你不至于到最后找不到这个行李的位置而着急 因为可能最后会放到非常远的地方 在第一城 从洛杉矶到法国这一段路中呢 空姐一共提供了两次餐食 第一次是热的 它就是一个鸡胸肉 还有一些土豆泥沙拉 布朗尼蛋糕 还有水 还有面包 这样一个餐食 这是第一次 我也跟大家说了 人不多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饭菜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我太饿了 所以我就把它吃掉了 到快下飞机大概前两三个小时 然后空姐又发了一次 这次就是一个小纸袋 纸袋里面就还是有面包 有酸奶 还有水 还有什么 反正大概一些这样的小时都是包装起来的 我就没有吃了 因为我觉得呢就是我也不是很饿 我也能抵挡得住 再加上我其实也确实很有想上厕所 所以我决定还是不吃了 然后第二层呢 因为人太多 我前面跟大家提到了 人真的非常多 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确定我身边的人 到底是不是会有一个相似的症状 或者是携带者 因为大家距离里的都非常近 虽然我周围是没有人 但是我的左边 我的右侧 还有我的后面 其实都是有人的 所以我决定还是不吃了 所以呢我把这个餐也就保留下来了 这样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国航的飞机上 大家是 大家都吃的是什么 第一次呢 空姐就是送来了 一个餐盒 后来又送来一次 这两次实际是连着的 就是不同的空姐送 他们推了两个车 然后我们来看看 第一次呢 就是这个餐里面就是有一个卤蛋 还有一包榨菜 还有这个牛奶巧克力 这个是消毒纸巾 还有这个双会的香脆肠 还有一瓶牛奶 然后紧接着呢 另一个空姐又拿过来另一个餐室 里面就是一个面包 一个曲奇饼干 然后又是一个玉米热狗肠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 很多人都是没忍住 没抵御住这个诱惑 把这个吃掉了 然后同样还是给了消毒纸巾 还有一块德服巧克力 在这个飞机上呢 我也的确很饿 但是我觉得呢 还是尽量忍一忍 忍这么多 外衣真是有中招的呢 我恐怕我会后悔 自己在飞机上吃饭这个决定 所以我就没有吃 在第二层的飞机上呢 其实是有很多文件要填写的 空姐都会给你发 告诉你怎么填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在上这个CE934之前呢 就是巴黎到中国天津这一段 你是需要扫两个二维码 它都贴在那个柱子上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找不到呀 或者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工作人员呢 也会告诉你大概怎么填 它贴的那个纸呢 上面有一些信息告诉你 应该怎么选择啊 在一些就是你不太明确 你不太清楚 到怎么填的时候 它正好也都有这个信息告诉你 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在飞机抵达这个中国天津之后 所有人是不能动的 你也不可以取行李 你就要安静地在你的座位上 坐好 但你可以挤一下安全带 这个时候呢 中国海关呀 还有这个检疫的人呢 他就会上飞机 他就开始问 有没有发烧啊 14天有没有吃过什么药啊 做不做过检测这类的 比较基础的问题 可能大家都会在那个 我们那个国际版的那个防疫健康码上 能看得到的这些基础的问题 然后呢 他同时还会再发你一个 大概这么大的一张纸吧 上面有个二维码 然后呢 还有一些基础的信息 需要你填写一下 然后大家把这些东西都收好 下飞机呢 他们也都会收走的 可以下机的时候呢 机组人员就会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准备好下飞机了 然后下飞机又开始了这个漫长的等待 这个对 真的是非常长 大概排队的时候呢 前面就是有一个 又一个口 就会有相关的人员 可能是有警察 还有机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在那 他会一个一个放着你过去 会保持一些距离 然后呢 你这时候呢 你之前填的一些码呀 有一个红色的二维码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红色二维码 只是上面有点红色 但是二维码还是黑色的 你要拿这个给他们看 他们会去扫 去查里面的相关资料 如果有问题 他们会跟你讲 然后呢 也会告诉你怎么修改 在这些呢 你这个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然后呢 这个工作人员 机场的工作人员 他就会把你的这个资料打印出来 拿着你这些资料 再往前走 然后往前走呢 就是我们要做检测的地方了 到我做检测的时候呢 还跟别人不太一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做这个 这个鼻柿子嘛 他就先拿一个细细的棉签插进去 他不会给你拔出来 你这时候要张嘴 他会说啊 你就要啊 然后他再放一个 那个烟柿子的东西 就是那个棉签 再放进去帮你弄 真的还蛮难受的 在这个时候拿出来之后 再把你鼻柿这个拔出来 但是我也问过同情的 其他小伙伴 他们说他们就是先测 这个烟柿子 然后再做这个鼻柿子 就 但是其实也不是很痛苦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酸爽 也是很快就结束了 然后在大家测完这个之后 要再接着往前走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测这个 踩这个 手指血了 这个其实没有那么疼 大家也不用害怕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要 在胳膊上抽血了 所以呢 一看是手指血 我觉得嗯 好了 就是就当是纹的钉一下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也就没当回事 然后呢 在刺完这个之后 我们就要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好像应该就是 他们收集你的资料 然后呢 给你的 之前发了你一些文件吧 在文件上编个号 编了这个号之后呢 大家再往前走 就是可以在一些 很多椅子的地方 应该也是一个 后机的地方 坐着 然后就等待着 相关的机场工作人员 来叫号 这个叫号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这样 就是一到二十五人 一个车 然后这一个车送过去 去拿行李 然后拿完行李 你还上你同样的这辆车 然后这辆车就会出发 去你的隔离酒店了 嗯 但是在跟我同行的 这些人里面呢 有些小伙伴 他们的行李就找不到了 有拿错的 也有呢 可能就停留在了巴黎机场 所以大家一定要 在路山基直机的时候 或者说你 上飞机准备 就是往中国飞的 刚开始飞的 那个时候呢 一定要跟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 确定好 你的这个行李的最终目的地 是在哪里 以免发生相关的这种问题 下面再跟大家聊聊 这个隔离酒店的事 其实这个隔离酒店呢 并不是像小红书上说的 它你想去住好的呀 想去住坏的呀 它有什么规律 它其实是没有规律的 你也不知道 你这个大巴会去哪 所以呢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这样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 是一起下飞机 或者是你想跟你的朋友 在一个酒店的话 你们两个尽量 要保持 就是排队的时候 都排在一起 因为其实它这个分的 这个形成呢 它后面的一些形成的 其实按这个编号分的 就像我跟大家前面说的 1到25号 它是一辆车 26到50 它是一辆车 只要你们这个号呢 是挨着的 基本上没有问题 如果假如说 可能它是25 你是26 你会断开的 你们也可以跟机场工作员说 我们想要分到一起 可不可以 一般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都会同意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 然后呢 我就是 因为我是109号 所以我大概应该就是 坐第五个大巴了 然后就直接来到了 天津河东区这个 承达精品酒店 到达酒店的时候呢 然后大家就要准备这个交费了 我们在这个来隔离酒店大巴上呢 每一辆大巴上都会配一名警察 也会配一个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呢 在大巴上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隔离酒店的名字是什么 还有一些WiFi密码呀 这些呢 到以至于就是我们到了这个 隔离酒店的时候 就可以一下连上这个WiFi 也可以提前在大巴上就把费用交好 我所入住的这个隔离酒店呢 是位于天津河东区的 承达精品酒店 我住在六层 其实楼层你是可以选的 但是好像没有选择那么多 我们是三楼和六楼可以选 我也没有选 它就是自动给我分配到了六楼 因为这个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电梯 所以呢 有行李我也不会太担心 我也拍了视频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酒店的这个 内部的情况 内部的情况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酒店 也不像小红书上有些人描述的 就是特别高级呀什么的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 我们也就是听祖国的安排 祖国安排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就接受什么样的地方 我感觉呢这个全城真的是非常幸福 因为呢这个机组人员啊 还有酒店的工作人员啊 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到 在我们到达酒店办好所有的入住手续之后呢 就可以领一份零食 它大概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黄油派 有一个鸡蛋 有一个双汇王中王的火腿肠 还有一个牛奶 大家领着这个就可以回到自己的这个房间休息了 我现在已经是入住的第二天了 早餐呢是在七点半和八点半之间会送到 午餐呢是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会送到 晚餐呢大概就是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会送到 每一份的量都非常大 然后呢相关人员也会选择当地的特色来给大家吃 所以非常幸福 全程呢从空姐到机场检疫人员 还有酒店入住人员 大家都非常的贴心 然后大家也会在酒店里贴着欢迎回国这样的非常暖心的话 真的看了就是有点热泪盈狂 大家忍住了没有掉眼泪 所以呢 我今天分享这个经验 就是希望如果近期有想要回国的朋友呢 也可以参考我的经验 大家真的不用过于担心 只要做好防护措施一定没问题的 我在这儿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全地回到祖国的怀抱